吴星只坐了五分钟就被维加扫地出门 这时他才明白自己从来不在对方的社交圈 虽然维加解释自己有严重的强迫症 在快乐家族中维加也是最选秘的那个 连对人一向和善的何炯都搞不定他 两人相识26年短视频平台他们都没有互相关注 何炯还曾在节目里爆料 维加的私生活一般人都不了解 而且他也从来不发朋友圈 维加曾说过自己很喜欢王妃 可当有机会加到对方的联系方式 他却把王妃拒绝了 虽然很不理解 但是他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虽然他给人是神秘且冰冷的 但是真到了大家需要帮助 他还是会挺身而出 当年何炯导演处女作《至此花开》需要宣传 还没等他开口 维加就启动了自己从未使用过的朋友圈 无心在节目里被欺负 他会像哥哥一样挺身而出 无心跨年节目被看为不让他多想 维加主动要求节目组拿掉自己的表演 或许他不像何炯那样永远让人感到温暖 但是他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照顾着身边的人 李冰冰一句话就能搞定的是 张子怡却需要花780万才能递上头名状 张子怡抢破头都要把钱花出去的一幕 出自14年的巴沙慈善晚宴 在当晚的拍卖中有一幅叫蓝色的小船的画作 多位大佬都对他势在必得 然而每当有人往上加价 张子怡就会爆出更高的价格压对方一头 最后这幅画以780万成交 成了当天价格最高的拍品 但张子怡是真的想要这幅画吗 我看不是 他在意的不过是举办这场晚宴的主人苏芒 当时的苏芒可是国内的时尚女魔头 不仅是慈善巴沙的创始人 还是五大女刊之一的主编 想要拿到高奢代言 必须要上过他创办的杂志 所以能讨苏芒开心十分重要 果然在地上投名状后 张子怡就得偿所愿登上了时尚巴沙 可用金钱堆砌的感情 怎么可能牢固 苏芒在卸任主编后 张子怡的风向立马就变了 21年刘嘉玲张泽天 张子怡等人一起参加迪奥大秀 结束后张子怡在社交平台发布几人的合照 乍一看没有问题 可不久后有人扒出另一张照片 原来刘雨昕旁边就是苏芒 可在抛出的照片中 苏芒却被裁掉了 这看起来多少有些讽刺 回看李冰冰 她就不需要如此麻烦 想要登上五大女刊 就是一句话的事 因为她靠的是拥有20多年交情的人权 人权是圈内的商业大佬 不仅产业遍地开花 还是五大女刊的残骨人 她和李冰冰上学期间就认识 还一起合拍了广告 而且人权第一笔创业基金 就是问李冰冰借的 关系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 所以在这层关系下 什么资源五大女刊 都得向李冰冰乖乖献上 屡次把老实人当猴耍 岳云鹏终于忍不住怒吼出声 你们三个人给人40分 两个0.5分 别消消气消消气 他们算什么啊 这一幕出自一档唱歌综艺 来自其他行业的评委 需要给几位专业音乐人打分 但在打分环节 其中一位评委 依依却多次恶意压分 毛不易作为公认的音乐才子 发布的多首单曲都备受观众喜爱 可是等依依听完她的演唱 却只给了42分 这让主持人张绍刚都看不下去 当免质问她 这位唱作人怎么了 就那么不找你的喜好呢 而依依却用这样的解释 试图糊弄过去 因为她真的好老派哦 她明明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可是她一直就在这里 像是只有这一个手 只会过这一个动作 和唱歌比赛主要比的 不就是唱歌吗 一个歌手的唱歌姿势 真的重要吗 随后到了薛志谦 一又打出了更加离谱的分数 10分 薛志谦看到后 直接瞪大了眼睛 这是一个正规的比赛吗 我刚刚好像也是有弹钢琴的 你不弹钢琴就是0分 你不弹钢琴就是0分 就是0分 你还要说 你真的是 所以仅仅获得了10分 还是因为她弹了钢琴 这对一个专业歌手来说 简直就是羞辱 可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等到李荣浩唱完 一一索性连分都懒得打 第一的分数都不愿意出来 我没有打分 他们把这当玩笑 却不知分数会影响歌手的选人顺序 早上场意味着可能到最后 观众都不记得第一个人唱的什么 在歌唱竞技类的比赛中毫无优势 所以在得知自己没分的时候 李荣浩的小眼睛都能射出光芒 确定这女的不是来搞笑的 在这一家中毫无优势 这家中毫无优势 我可以带你